很高興見到這麼多人在這裡 首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Tony, Tony Tseng, Corematrix, Greater China Region的GN 不過其實現在已經是IBM的人了 因為IBM在去年其實做了一連串的動作 賣了好幾間公司 其實是一個很聰明的購入 因為為什麼呢? IBM本身其實有一個很強的 即是有一個很強的貨幣的貨幣 其實貨幣的貨幣 如果我們講到e-commerce 如果從開始開始 我們就有一個引擎 其實引擎是好 但是不足夠 引擎其實有時候要來做補充 要來做客人進來 基本上要做一個優惠的功能 但之前我們去到 即是在一個網站裡面講貨幣 其實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什麼呢? 就是Digital Marketing Online Marketing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好的 Online Marketing的應用 就是Tools 去給我們用的話 其實那些貨幣 能不能進來你的網站 進來之後 究竟那些貨幣的質素是怎樣 在一個網站裡面 究竟哪些地方可以 引擎到交換 哪些地方 其實可能有些程式 是做得不好 或者有些地方 比如有些產品 有些訊息 有些內容 基本上是不重要的 基本上可能會導致帶來有很多 我們見到的 abundament的畫 那個貨幣的網站 或者這麼說 一個網站 它不一定會很成功 今天我想我重點都會說回 在Digital Marketing裡面 其中一個環節就是Web Analytics CoreMetrics 本身是比較強的 在這個地方 在世界上來說 如果有幾家大的 Analytics公司 我們應該是在頭三圍的 在IBM 之前 我們有2500個 公司 在美國來說 有300家 用CoreMetrics的服務 今天最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用CoreMetrics 或者用一個Web Analytics的工具 其實 在Digital Marketing裡面 如果我們要很效益地去測試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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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e的 Performance 一些User的Behaviour 其實可以用一個什麼 Approach 就是比較 Methodology 一些 就是Methodological的 Approach 怎樣來測試比較有意思呢 首先想帶一個 KeyMessage給你們 大家有沒有 在座各位 其實有用 Web Analytics的工具 我想問問 有沒有人在用 如果有用 Analytics的工具 傳統來講 可能你們會用一些 舊一代 上一代的Analytics 是Lock File Base的 Lock File Base的 Analytics的工具 Lock File Base的特色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 它不用在網站裡面 加任何 Tag 做任何Technical的 很多動作 它純粹在一個Web Server後面 做一個Method 收集所有的資料 然後回到一個 可能回到一個 平台的工具 做一系列的報告出來 但是Lock File Base的Analytics 它當然的好處就是 它會拿到很多資料 因為通過 通過你的Web Server後面的資料 我都可以調查到 但是它也有一個不好處 或者這樣說 我們不是叫不好處的 可能有一個缺點 差了一些東西 就是它不是 Visitor focus 現在的現今 我們講Web Marketing 很多時候 已經講的是 我們要針對 Visitors 來做一個 Marketing的offering 或者做一些 Customized 的offering 或者Personalized Messages 如果你在Web Tracking 那個部分 你不是針對 Visitors 去拿到 他的Behavioral Data的話 相信 做到Web Marketing 上來 其實都不一定 可以很成功 而我們講到Web Marketing 如果針對Visitors 來說 其實有三個元素 Data 數據的元素 我們會比較看重 其實你可以想一想 這個要想你自己的 行業循環 每一個行業循環 其實都是這樣的 不要說Web 當你開一間店舖 開一間茶餐廳 我經常跟別人說 最起碼 你第一件事是甚麼 第一件事是 引到別人進來 可能你找人在門口派 傳單 或者找些嬸嬸 派在辦公室 派單張 讓你看到 茶餐廳的菜單 其實是甚麼 我做的目的 就是做一些 我叫做Acquisition 我去奪取 那個Visitors 進來 進來店舖 所以第一類型的數據 我們會比較集中去看 就是一些Acquisition的Data Web Analytics 會給你一個很清晰的 想法 究竟那些消息 在哪裡進來 譬如哪一個 市場的頻道進來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呢 大家現在可能 如果有 一路做開市場 其實你們可能都會很煩的 一件事就是 其實現在接觸著 Visitors 或者我們的 potential customers 的頻道其實都可以很多 以前來說 最簡單的可能是 網上或是無線紙的 証明 現在已經講到 網上 網上都不止 已經開始講到 社交媒體 Twitter 報告 Facebook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途徑 再加上其他不同的媒體 包括了 譬如你用到的 雜誌 即 即是Mobile,即是SMS,其實跟客戶有很多交易 那些什麼的頻道可以令你最有效的收入 而進來的收入,你又可以判斷到這些是好還是不好的收入 其實Analytics會幫到你 第二類型的數據,通常我們會搜集的就是一些我們叫做conversion data 當你進來了,用剛才我說茶餐廳的例子,進來了,坐下 我怎樣令客人下單叫食物呢? 舉一個例子,我曾經寫過一篇文,很早期在這個industry的時候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關於超級市場,去分析超級市場在貨架擺位 你有沒有發覺,通常你走進去大的威康白街,他會喜歡做麵包的地方 擺在店舖面很前,他會吸引你,可能用一些香味吸引你 或者你走進去的市場,你會見到可能今期他想主力捕可樂 他會把那些可樂捕捕捉到大陣,其實你不知道為什麼 很危險,你想想,擺一個小朋友走過來,一推下來死了,摘死他 為什麼要把這麼大堆可樂捕捉在店舖面前,還要擺大大隻字 今期大減價,擺在這裡 其實他們這樣做是有目的的,不要以為他們完全沒有想過這樣做 在店舖面,如果我們說在外面的店舖,上架,怎樣上,那些東西怎樣擺 其實是有學問的,正如在你的網絡店裏面 你怎樣擺放一些內容,擺在什麼位置,什麼類型的內容 哪個人進來應該給他們看,其實都是有學問的 都可以利用數據分析,得出的結果 這些我們是一類型的,叫做轉型的資料 中間我一會再講多一點,譬如轉型裡面包括了很多 我們看一些內容的項目 一些通過程,一些訊息,一些訊息,一些訊息 看很多不同類型的數據的資料 最後一類就是我們看一些retention 就是看一個retain retention是什麼呢?當你做完交易 離開一個網絡網絡之後 當然最好我們會找到方法再attract它回進來 讓它再revisit回到店舖,再做purchase 那要將這個系統一路一路走下去 你的業務才會做得大的 那retention來說,會牽涉到一些 在analytics上面,其中一類型的數據 就是一些profile related的,visited profile related的data 我們可以搜集,搜集到譬如舉個例 這個visitors,本身的buying behavior 那buying behavior裡面會牽涉到很多attributes 可能他過往的日子,90天,45天做了些什麼 他看過什麼products 他有沒有買過東西 有沒有擺過東西在卡片上沒有買 看過什麼類型的產品 其實這些profile related的data 當我們掌握到之後 你去做一些retargeting的action 其實就會比較容易 你可以試想像,如果我很清楚知道 在我的網絡網絡裡面 我立即可以找到過去90天看過我的網絡網絡 那個product page 兩次卡過一個product的 卡過某一個product的 我立即想找到這群人出來 然後我針對他發一個 就是personalized的email的message 我target他 然後給一個special offer 希望他立即上來買 賣東西的話 如果你試想像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個動作的話 那個conversion一定會高的 好,這裏都是一些kpi 我們經常都會針對 acquisition,conversion 和retention 他們會問 第一類型他們會問 哪些referral link 給我們最多的訊息 我們呢 有幾多visiters 載到我的site 是通過一個email link 進來的呢 又或者哪個search engine 其實 我扔了這麼多錢進去 又有yahoo,google,msn 都扔了這麼多 那究竟這些search engine 那個performance是怎樣呢 in particular 那些search keyworks 導致到幾多click 進來呢 我一講的是click 和impression 因為這個是acquisition 其實如果單看acquisition的話呢 我們會分辨到有幾多traffic 進來 但是這些traffic好還是壞呢 其實就會看下面 我們看一些conversion的metrics conversion related的一些question 通常都會問 哪些產品最多人看 在我的website裏面 有幾多visiters complete registration form 譬如在website裏面可能 你們會要去填 form 要去註冊 要去登記 要去做一些東西 而這些東西你覺得有價值的 譬如說 如果我一個visiters上來 基本上他在login 看過我的demo 或者看過一個video clip的話 基本上他買東西的機會 相對就會高 譬如有另外一些行業的 譬如我們看到 如果有客人上來 他會喜歡去fairtable做search 就是做fairsearch的 search fare完之後 他買 譬如預約一張機票 或者買一樣東西的機會 相對來說會高的話 這個其實我們都可以給到一個 代表你 原來fairsearch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究竟有幾多人 比fairsearch 有幾多人 倒退了 有幾多人 沒有完成 其實這些都會是一些 和網站裏面 導致一些conversion 有關的一些因素 那維持 我們當然想知道 究竟我們的網站裏面的 top spenders 看得最多東西 買得最多東西 最接近的網站 那些人的特性是怎樣 那講一個特性 譬如他會停留在網站 停多久 看幾多個page 每一個session裏面 這些metrics其實都很重要的 那當然 我們怎樣去分析那個group 將那個audience 利用那個filtering的方法 利用那個attribution的方法 我們將它segment開 segment完之後 我們可以想到方法 去retarget 去upsell 這些都是retention的時候 很多時候 我們聊過很多的客人 他們都關注的一些問題 好 接下來就想講講 剛才我講過一些 就是lock base的analytics tools call matrix本身它是cookie base cookie base有個什麼好處呢 就是第一 當你進來的時候 visit website 我們在你的browser裡面 下了cookie 我會知道你是誰 這個東西其實都很重要的 除了知道你是誰之外 另外你用一些session的cookie 所以我們會知道 究竟你在每一個session 你停留了多久 你什麼時候進來 什麼時候走 停留了多久 再加上一些tag 一些javascript的tagging tag我們都會細分分到 product的tag ordering的tag registration的tag 我們會讓你看到 究竟這個人 他是哪一個人 什麼時候走進來 進來之後 每一個動作去看 就是每一步 在你的網站裡面 怎麼走的時候 我們都會給你一個很清晰的idea 有沒有看過這個video 有沒有填過這張form 有沒有touch 這個banner 按下去看 看完之後 next action是什麼 由我們所謂的first click to the last click 我們都會去跟蹤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就會明白 這個所謂我們的marketing attribution 是什麼意思 當是我自己 三天前 我去一個網站 我想找一些東西 可能我第一次去這個網站 我是在第二個網站 可能我在搜尋的時候 看到有一條banner 彈出來 我一click click進去 我就去了abc.com 舉個例子 可能我是第一次認識這間公司 就是abc.com 可能我完全不知道 原來有這個網站 我看到一條banner 我按了過去 其實是經一個 申請的頻道 我去到網站 進去的時候 第一次去 我可能去看看 主要網站 我發現它做什麼 在產品裡 看兩眼 我走了 可能我不太為意 但至少印象 已經在我 我看過abc.com 第二天 第一天 吃完飯 有些時間 我這次 我不會再去 failure 搜尋 我自己 direct load 打abc.com 我就打上去 上去的時候 可能我會再看 我看什麼呢 就是這次可能有些時間 不如看看有什麼好東西買 或者有什麼好的東西 我進去看看 但也沒有賣 可能我也沒有賣 看完就離開 第三天 忽然之間收到一個電郵 不知道哪個朋友 發電郵給我 發電郵在那裡 有個特別的訂購 原來abc.com 你今天又去買東西 free shipping 還要不知 半夜12點前 你發電郵 又被擠你 可能看了那張電郵 不要理了 反正也有些印象 知道這個網站做什麼 就馬上打電郵進去 可能這次 第三次進去 我就發電郵進去 進去之後 我就直接進去 產品裡的卡 我直接買了那樣東西 做一個交易 那我問你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人的 標籤 你不知道這個人的歷史 你會怎麼看這三個 即是三個訪問呢 你會將它看成什麼呢 其實是三個獨立的環節 A軍 B軍 C軍 大家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沒有關聯的 只不過你看到 有三個 有三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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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一個 市場行動 拿著這個報告 只要看最後一刻 行了 什麼都不用做了 把所有的錢 丟進去 丟進去 送電郵 一定會有很多生意 進來 究竟實情是否這樣 vậy 你還是要深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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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的公開 都有做不斷 但當拿著高校並面前做測試 如果你會經驗 可能就是Affiliate Network裡面的那條Banner 那個impression 至少給他有個印象 他才會開始有興趣 走進你的網站看東西 所以利用一個我們叫做 EveryKicks Tracking的模式 我們可以很清晰地告訴你 究竟Banner Ad Affiliate 每一個不同的頻道 究竟對網絡市場的 你們的費用或努力 是怎樣的 這個很重要的 幫助一個Marketing Manager 其實是要做一個決定 就是我怎樣去 去分析資源 我應該 是不是真的做完電郵就可以了 或者其實我也要做一些 譬如Banner awareness 做一些Banner 然後那個比重 我們也可以讓你看到 哪一個比重是怎樣 drive到多少 business 進來 利用這個模式 才可以看到 而這件事 他做到 只有唯一一個方法 就是你一定要利用一個Cookie Base 的Tracking 加上Session 加上Profile 加上 加在一起 才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如果你 缺了其中一件事 你是沒有辦法把這些 所有發生的事 串連在一起 所以 剛才我提到 我們會調查所有 Visitors 的 行動 這個 我都說過了 基本上 他由找個Product 去到那個Web site 離開那個Web site 怎樣再回來 其實整個系統 我們都會調查 Live Profile 剛才我提到的一件事 最主要是 Core Matrix 整個Services 的重心 就是我們 或者這麼說 為什麼這麼多 B2C commerce 的市場 想都不想都會覺得 Core Matrix 都值得選擇 因為我們贏 就贏了一個 Profile 就是Store 那個Visitor Profile 那個部分 因為這個會絕對幫我們 做到 剛才我說的 那個Marketing Attribution 那個部分 另外就是 幫我們去製造些 製造些價值 因為每一個行業 我相信 你們絕對很清楚 知道自己 最有價值的 那個 即那個Customer Set 是哪一組 如果你們 調查到的話 基本上 譬如拿到這個 Attributes 我們又很容易 認識到 這個VIP 這個群組 的話 將來我們對它 無論在 Online也好 Offline也好 做回一些 Retargeting 一定會很有幫助 其實這裏 買少許關子 買少許關子 因為 IBM其實 買了兩間公司 Core Matrix Core Matrix Core Matrix 很專注於 在Online的Web Site Tracking 和Online的Target 提供 其實IBM 買了另一間公司 是Unica 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人 聽過 或者有用中 Unica 寫你的Tools 有 恭喜你 其實Unica 它是一個 我們叫做 Cross Channel 的Marketing Campaign 的一個 Tools 當你拿了這些 Online Data 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利用 Unica的Tools 去設計 你的Marketing Campaign 你想怎樣做 怎樣跟客人 聯繫 怎樣製作 怎樣optimize 你的Offer 其實Unica的Tools 會幫到很多 有興趣 可能有機會 找IBM 再了解一下Unica 即是一個什麼工具 即是一個什麼工具 好 講回 其實現在 即現今 即現今 在網路上也好 即在市場 即在市場 其實如果 我們去看回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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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他的 他的購買行動 其實你要去 掌握 是有很多途徑 去掌握的 因為實在現在 現在在一個 Digital World 或者這麼說 那些觸碰點 其實太多了 譬如 如果舉個例 以一個 Retail的 Customers為例 Off-site的印象 Facebook 有機會 有機會 很多時候 那些 會在一些 Off-site的 譬如Social Network 其他不同的 Off-site的 Tools裡面 會接觸到你的品牌 會接觸到你的 你的訊息 Kiosk 很多時候 可能你會經過 現在 譬如地鐵 他會有些Kiosk 他會有些 Promotion做出來 Search Engine 手機 不同的Channel 其實 如果我們要有一個 完整的 很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你的Visitor's Profile 其實 我們講的 已經去到一個 我們叫Multi Channel 我們一定要有辦法 在一個分析 這個數據分析的平台 我們可以容納到 多方面的數據 可以 converge together Call Matrix 我們是可以 有能力 除了幫客人 去track online 提供行為 提供行為 好